咦,农历新年刚过,怎么会有武师出现在家里? 哦,原来是马来西亚新山慈济幼儿园6岁班的小朋友肖作宁 发挥巧思把回收的资源,打造成独一无二的环保手工 在幼儿园老师的教导下,不但开启作宁的环保之路 也带动整个家庭一起守护地球母亲 各式各样的环保手工,都是作宁的精心杰作 这三年你学到最多是什么? iPhone地球 用一些回收的什么东西? 纸皮 学校老师都经常有在教课方面 有教他们怎样分类环保的东西,要如何在循环用 他有些是用环保的,比如说纸皮、奶粉罐、铝罐这些来做环保 我觉得这方面是他自己的一些创意 除了发挥创意做环保手工,座宁也很珍惜水资源 有一个比较感触的就是他就上厕所在门口等他 他一出来的时候就看到第一个动作就说 爸爸你开水帮我洗手,不是我开的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很感触的答案,很冲击 他就问我,这样为什么你没有把水关掉 就像经常老师说,他们是小菩萨小菩萨 他们是从很内心发出出来的答案 这样反而我们很多大人都没有去注意到而忽略 有时我们自己家里的,我们都有浇花 就是洗了的米水,然后我们拿去浇花 这些他都会有做 即将从幼儿园毕业的座宁,家长和老师都深深祝福他 在每一个月的环保日呢,爸爸妈妈还有他哥哥都会一起来做环保 所以老师祝福他平平安安 把爱传出去,带动更多的好朋友 跟他一起像这样子有爱心的孩子 把这些实际所学到的做人做事的道理传授给每一位他身边的人 在这个大小型的那个教育寻陶 希望他们一直做好事 就是走到所谓的那个三好福田 实际幼儿园三年的人文教育 让座宁培养起爱护大地的信念 也让他的学习生涯变得更加宽广 爱上爱谁爱死地球资源 大爱新闻,珍珊美志工,马来西亚新商报导